香港的占中运动无疑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 情势最动乱挑战法律边缘的大规模街头运动 全球都在看 那么北京怎么处理这次的抗议行动呢 最终民众的诉求 港府跟北京政府没有回应 学民思潮的召集人说 这次的行动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 但是这75天的杠争 香港难道一点改变都没有吗 透过我们的2014镜头下的世界一起来回顾 2014年9月28号傍晚6点 港警发射的这87枚催泪瓦斯 催出了接下来为期两个多月的街头抗议行动 斯文水浪美国星 天真哪自由改周明 对峙冲突驱赶这样的场面 天天在香港街头上演 这些人要抗议的是 813人大政改决议 要求2017年香港特首真普选 而不是代意志的小圈子选举 这些在街头抗议的人 仔细看年轻人居多 他叫郝建潮 今年才大三 说真的 搞不懂香港与大陆复杂的经济销涨策略 他只晓得香港回归之后 大批的大陆新移民进了香港 现在香港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 都是大陆人 这些人带来了大笔的现金 有些地区房价涨了四倍 牵着女朋友的手 看着玻璃上贴着二手屋的物件 郝建潮无语了 他知道自己想和女朋友买个小房子 平凡过日子的想法 已经不能称之为愿望 那叫奢求 回不去的不仅是房价 每年大陆来香港旅游的人 超过了四千万人 走在路上听到的都是普通话 不是熟悉的广东话 香港人小时候熟悉的店铺 一间间消失 变为大陆客爱逛的金店与药妆店 物价也随之随涨成高 大陆游客来这里 他们最喜欢买什么样的产品 他什么都买 什么都有 反正他家里要用的东西 他都在香港买 好像你买那个手表 什么的以前的 有折扣的 现在你买也不 你买不买都没关系 你不买有人买 对不对 什么都常规了 这些抗议者受过良好的教育 随着大陆经济势力的入侵 他们的地方主义色彩更浓 对大陆人的文化认同度更低 帮香港发展的那派人 是49年 怕中共政权而来到香港的一帮人 他们是走着一个 赚钱至上的一个价值观 有问题就走 但是我们八九十后 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一群 我们本来的意识很强 我们会使香港为家 只是75天的抗争过去 倾靠北京的港府态度强硬 示威者们只得到了 和政府的一次对话机会 但没有任何实质结果 最后在警方的强制清场下 结束了这场运动 我占领运动 他没赢 但是他没有输到 因为在于的就是 你说政权实际的成果 确实他没达到 但是你见到香港人 都今天都依然是 不如作到底的时候 证明香港人不会放弃 也都没死心 领头的学生流下了难而泪 输了吗 恐怕未必 新一代香港人崛起 他们年轻有活力 无所畏惧 这恐怕是令北京当局 必须正视的一大课题 我看你做盈我 我看你做盈我 不想让你做盈我 感谢观看